更多有声读 请在微信 LVNC19113 演播 此今 明朝败家子 第355章 试读之情 刘健当了一会儿职 随即便和谢千里东阳一道 入暖阁觐见 这十几年来 刘健等人一直如此 风雨无阻 早已习惯了 此时暖阁里 洪志皇帝的案头上 正摆着一份奏报 萧敬小心翼翼地 看着洪志皇帝 他脸色惨然 连呼吸都停止了 陛下昨日让东厂 查一查东宫 这不查还好 一查真是触目惊心 萧敬觉得实在为难 其实作为东厂厂工 换作其他天子的时候 若要查太子 若真查出什么 惊天的大事出来 那也没什么 毕竟他们是皇帝的奴婢 皇帝要查 尽忠之手就是 太子触犯了天条 只要真发现一点什么 废除掉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可当今皇上 只有一个儿子 这就是最难办的地方 偏偏太子那儿 还查出这么多 可怕的事情 果然啊 洪志皇帝 今日去县的极平静 他似乎早就 预料到什么了 这个家伙 朕就知道 他不会老实 定会拉着方济帆 铤而走险 陛下 他那些印章 有谁知道 这 洪志皇帝单单说 真是一个 不知悔改的东西 萧敬心惊肉跳 却还是提醒说 还有那份圣旨 昨日已经带了出去 往辽东方向去了 哦 洪志皇帝 寒手点头 游着他们去吧 洪志皇帝 想了想又说 你可知道 为何昨日 真不露声色吗 朕见那家伙 和方济帆 谁眼色 其实便晓得 他们的鬼主意了 萧敬压力甚大 其实他一渐渐 体会出了一点什么了 却还是说 奴婢不知 洪志皇帝 板着脸 方济帆的提醒 确实不无道理 那个李龙 似乎有蹊跷 顿了顿 洪志皇帝说 可朕已经开了金口 岂容更改 你可见过天子 招令喜改的吗 萧敬开始装傻 不曾 洪志皇帝 靠在寓意上 继续说 朕后悔了 可朕不能 招令喜改呀 所以才放任太子 去胡折腾 若是 果真朝鲜国那 有蹊跷 那么这假的旨意 就成真的 真的旨意 还在半途上 一看情况不妙 肯定不敢拿出来 萧敬不由说 可倘若是 和倘若朝鲜国 根本无事 完全是方几番 启人忧天 这还不简单 这甚至是假的 那是东宫里人 有人伪造 朕先收拾太子一顿 到时他自会将 所有罪责 推给东宫里 某个宦官 现实 就算天大的罪 不就落在一个 宦官身上了吗 太子自然是要 让他长记性的 而朝鲜国那 可以私下命人 去安抚 一切事情 就当没有发生过 至于那宦官 朕可以宽宏大量 令他去奉阳守祖灵 这件事 也就过去了 萧敬便说 奴婢明白了 陛下圣明 洪志皇帝 面上却无表情 虽然他猜到太子 肯定会做出一点 让自己想揍他的事情来 可是没想到 这家伙竟还真敢做 有这么大的胆子 洪志皇帝叹道 这件事说难听一些 叫大逆不道 说好听一些 叫勇于认识 哎 萧敬见洪志皇帝 并没有动怒 终于输了口气 笑阴阴地说 陛下 这是螳螂不禅 黄雀在后 实事高明啊 洪志皇帝瞪他一眼 扣明个什么 朕乃黄雀 自己的儿子 是螳螂吗 萧敬连忙说 请陛下恕罪 是奴婢愚笨 说错了 洪志皇帝 一点不觉得自己高明 只觉得 自己是利用了 儿子的荒唐 可自己儿子 胆大包天到这个程度 自己有啥可高兴的呀 他淡淡地说 常卫 先安兵不动 过一些日子去东宫 将那些鬼东西给朕搜出来 这件事万万不可生长 那些大大小小的印席和印章搜出来之后 立即送进宫里来 对外就说 查知东宫遭贼 若泄露一个字 便是万死之罪 奴婢明白 还有 萧静犹豫再三 说 陛下 前去穿甲纸的这个人 和刘公有关 洪志皇帝咒美 什么 是刘洁 洪志皇帝表情怪异 这肯定就是 方济帆的鬼主意了 这叫托人下水 要死就大家一起死 萧静苦着脸说 这方济帆 洪志皇帝却是摆了摆手 说 这件事 不要再继续过问了 一住乡之后 刘剑等人入暖阁进间 洪志皇帝一副平静的样子 正预备和朱青门一试 决定写签说 陛下 臣今日听到一些传闻 洪志皇帝微微皱眉 传闻 传闻什么 听说 从东宫发出一道旨意 往关外去了 这件事很古怪啊 似乎是从锦衣卫里流传出来的 臣在联想起 昨日太子和方济帆 奏臣朝鲜国王李龙之时 写签话音还未落下 刘剑和李东阳几乎炸了 啥 流出一份旨意 这样一想 他们立即联想到 在西山书院里张贴出的几分圣旨 难道 又是萝卜 刘剑顿时速然起来 正四说 陛下 当真有这件事吗 还是要彻查一下威豪啊 太子殿下若只是胡闹 在西山书院玩闹到也罢了 可若胡闹到朝鲜国 以至于震动了天下 可就不好收场了呀 且不说别的 但说一旦此事传出 御史门不风捉影 势林轻易汹汹 只怕 红之皇帝用一种 十分奇怪的眼光 看了刘剑一眼 却只闭嘴不发一言 谢谦怒气冲冲地说 此事还是彻查一下威豪 若果真如此 陛下 这可是大事 那方济帆竟敢这样 怂恿太子殿下 这已是万死之罪了 红之皇帝笑了笑 其实此虚乌有的事 何必要在意 刘青家 你说是不是 刘剑却皱着眉头 他虽对方济帆的印象 有了很大的改观 甚至他隐隐觉得 即便此事为真 多半也是太子的主意 方济帆可能只是无辜的卷入罢了 可想了想 这事情太可怕了 太子到处盖印喜 发圣旨 这天无二日 人无二主 绝不是闹着玩的呀 随即 他便说 陛下 国家自有法度 朝廷也有朝廷的纲级 臣为首府 李当请陛下 万万不可疏忽自事 还是彻查为好 若是子虚乌有 也好证明了清白 可若确有其事 凡牵涉之刃 李当严惩不待 以警校尤 红志皇帝看着刘剑 目光却更加奇怪了 他心里嘀咕着 朕的儿子做了什么 朕知道的一进二出 你儿子做了什么 你竟不吃 红志皇帝单单说 既如此 查一查也好 小静 你去查一查 记住 不要大动干戈 小静意味深长地 看了红志皇帝一眼 怒必知道了 红志皇帝说 好了 先先查一查吧 对了 刘亲家 如子刘杰 最近在做什么呀 说到自己儿子 刘剑心中 有股说不出的舒坦感 可表面上 却是谦虚谨慎的模样 说 臣子刘杰 自中举之后 一直都在西山书远读书 红志皇帝微笑 许多日不见了吧 是有一些日子了 刘亲说 不过若是能因此有些长进 臣倒是求之不得 是啊 红志皇帝微微一笑 刘亲家说得很对 好了 意义正事吧 可是红志皇帝这么一问 刘剑莫名感觉心里头 有些不安起来了 陛下为何突然问起自己的儿子呢 自己的儿子虽是优秀 可是在没必要突然问起啊 他恍恍惚惚的一晚的事情 又恍恍惚惚回到内阁 对着奏书到强压下心中的胡怡 收拾起心情进行飘腻 只是夏侄回去的时候 坐在轿里 他又忍不住瞎琢磨起来 太子和方继帆到底有没有矫招呢 有可能 太子殿下可是有前科的人 何况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等事情也不会空学来风呢 可是 这和自己儿子 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理应不会的 刘洁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和太子和方继帆那样性子的人 是不一样的 刘建想吧 坐在轿里笑了 陛下和方锦龙就这一点不好玩 天天操心着他们那顽皮的孩子 这孩子即便再有才学 有再大本事 可人不老实 有啥用啊 还不是操碎了心 成日提心吊胆的 我家刘洁可就不同了 随时资质平庸了一点 至少不惹事 安生 下了轿子之后 刘洁倒想起这个时候快过年了 书院也应当放假了吧 却不知刘洁何时还家 此时门子迎了刘建 刘建便说 今日少爷回家了没有啊 没有 门子愁眉苦脸的说 老爷 这事很蹊跷啊 今日清早 出院就放学了 正午的时候 经理书院 生员 都各自回了家 可少爷到了晚上 也不见聪明 管事的心里还嘀咕呢 是不是和铜窗们去玩了 听人去打听 几个铜窗都说 昨日开始就不曾见过少爷 据说是被太子殿下和新建伯叫去了 说有诗 啥 刘建顿时打了个精灵 整个人就炸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此经